我已经迫不及待地 想要将自己所有的感情 都传达给他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书记推送的这些带货广告 真是出现了契合失忆 不过既然是作为信物 还是不该就这么草草了事 除此之外还有 告白一事 稍微打扫下房间 换换脑子吧 这是 玲珑头子安红豆 入骨相思知不知 天不老 清难觉 心似双丝网 终柳千千结 红豆树 真是难得 我儿子很少见你会主动叫我来 难得的休息日 打扰您了 突然间这么见我爱做什么 毕竟关系着你的人生大事 我这个做母亲的 当然得有求必应了 自从她搬出去之后 感觉连客厅都空旷了不少 对了 我看动态 她好像最近两天都不在为民事 你们不会是吵架了吧 没有 只不过 最近正好有个比较重要的案子 要与林省的律所合作 她知道后 主动提出想去锻炼一下 我看机会难得 就向翟星提议 让她全权负责了 原来如此 暂时分开一段时间也好 正好给你留出了 准备惊喜的时间 身为我的儿子 你总不会轻易退缩吧 我没有退缩的理由 很好 既然你这么有决心 那我们也差不多 该进入正题了 你昨天问我的那件事 我把家里翻了个遍 终于找到一张当时的照片 所以说 我果然没记错 你没记错 你小时候 的确种过一棵红豆树 仔细想想 我可真是位不称职的母亲 整天忙着工作 居然把这件事给忘了 昨天听你提起的时候 我根本就没反应过来 不 您很称职 在我的印象里 这棵树当时 还是您带着我一起去种的 不是吗 你这孩子 从前怎么没见你嘴这么甜过 那你还记得 我当时为什么带你去种它吗 那时我应该 才刚上小学 更具体的情况 已经记不大清了 没事 我还记得 毕竟这么精彩的成长回忆 要是忘记就太可惜了 李牧所有全证书和奖状 对 这张奖状是你当时 参加学校举办的诗词比赛 拿到一等奖师颁发的 你呀 从小就不服输 为了这张奖状 每天起得比我们都早 晚上得赶你才肯去睡觉 这么说来 好像的确 不过最有意思的 还不止这个 当时你最喜欢的 是那些有关红豆的诗句 对其中象征的含义 可是非常好奇呢 小人 原来你在这儿啊 我回来的时候 看家里没人 真的吓了一跳 对不起 妈妈 没事了 妈妈也不是怪你 都怪妈妈工作太忙 没时间陪你 话说回来 小人 你最近不是在准备 诗词比赛吗 大晚上 怎么突然想到跑出来了 哎 还有 你这小手里 握着的是什么呢 是我从厨房 拿的红豆 我刚才背到几首诗 里面的红豆 不约而同 都被诗人们 赋予了许多特别的意义 但我实在不明白 为什么这些 平平无奇的小豆子 会那么特别 所以我就想 出来找找看 真正的红豆术 究竟是什么样子的 这样啊 不过小人 你手里的这些 并不是红豆 而是用来作为食物的 赤小豆 不是吗 嗯 真正的红豆 虽然有许多分类 但通常都是不能随便吃的 你看 它们大概长这样 真漂亮 是啊 红豆大多色泽鲜艳 而且质地坚硬 永不褪色 人们认为 红豆便是由心间的思念 凝结而成 象征着永不消逝的 相思之情 正因为有这一层 特别的含义 所以红豆也常常 被作为定情信物 赠予自己喜欢的人 那 我也能中一棵红豆术吗 那等比赛结束后 我们就去市郊的灵场 挑一注 然后 由小燃来亲手种下吧 那棵红豆树现在 还在吗 这我就不清楚了 毕竟已经这么多年过去了 但至少可以肯定的是 如果它现在还在 绝对能到了 接触果实的树林 找个机会去看看吧 可不能辜负你自己 当年的一片良苦用心啊 你说是不是 说得没错 万岂市ários 派人 五花 五花 六花 五花 三花 七花 五花 三花 二 三花 三花 二 三花 三花 五花 六花 二花 三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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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找十几年前自己亲手种的那棵红豆树啊 让我看看 红豆分很多棵树 看着样子肯定不是相思紫属的藤本植物 应该是红豆树的 话又说回来 你突然想找这棵红豆树 是要用来做什么 这些红豆或多或少都带有毒素 可不能随随便便摘下来吃啊 不是用来吃的 我这次来 主要是想从树上取几颗红豆 然后用它们做一件独一无二的信物 希望借此 能够将积攒已久的这份心意 传达给它 红豆从古至今都是寄情之物 小伙子 你还挺有心的 不过上山的事 估计还是要先耽搁一下了 现在事业受限 根据预报晚上还有雨 为了安全着想 这种情况实在不适宜走山路 要想上山也只能等天亮了 抱歉啊小伙子 让你白跑一趟 没事 安全第一 您不必道歉 那今天我就先告辞了 明天上午 会再来拜访您的 也不知道她现在怎么样了 案件 还顺利吗 你好 朱律师 我是特密司律所的佐燃 朱律师 这么晚突然打电话给我 是有什么重要的事吗 抱歉打扰了 是这样的 我想请问一下 最近那起特密司与贵宿合作的案件 目前进展还顺利吗 这个嘛 怎么说呢 稍微有些棘手 对方掌握了很多不利于我们的证据 暂时很难找到突破口 去扭转烈士 既然如此那就由我 不过 你们律所的那位律师 似乎并不准备轻易放弃的样子呀 是吗 他说直到宣判前的那一刻 都要尽自己所能争取一下 看着他这副不愿服输的模样 我们也不得不打起精神来了 对了 他现在还在律所 需要我叫他来接电话吗 不用了 你们忙吧 我就先不打扰了 也对了 我先收莲啊 就不能给你们 我相信你 就是他吧 开花了吗 居然开花了 看来小伙子 你的运气是真的不错啊 运气不错 对啊 你要知道 现在的景象 可不是年年都能看到的 红豆树开花结果的 时间规律并不稳定 极少有年年都 开花结果的情况出现 有时候 甚至好多年都难见 他结出一次红豆 今年正好让你碰到了 可不是运气好吗 原来如此 我也觉得我的运气 向来不错 不过 现在才刚刚开花 距离采摘 应该还要一段时间吧 嗯 没错 虽然一有些早早的 结了果 但至少还得过几个星期 才算真正成熟 俗话说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反正告白这种事也急不得 小伙子 你可以再耐心等等 在哪儿呢 我都别拯了 操作安静了 多虚呢 我已经不想再等 也等不下去了 我已经迫不及待地 想要将自己所有的感情 都传达给她了 这次辛苦您百忙之中抽空 陪我跑这么一趟了 没什么 反正我本来也隔三差五就得来 只不过没能帮上忙 我还趁有些过意不去 您不必自责 关于信物的事 回去后我会再想些别的办法 看得出来 你是真的很重于那位小姐啊 嗯 是啊 顺利的话 下次我会带她一起再来的 到时候 应该就能看到满树的红豆了 喂 小伙子 你等等 怎么了 你慢点 还好赶上了 还好赶上了 哎 哎 我刚刚 我刚刚突然想起来 还有一样东西必须要给你 这是 放心好了 这些可不是我随便找来的 也是你种的那棵红豆树所接的果实 是往年的吗 嗯 当时我看她接得特别漂亮 就留下一些铸存了起来 嗯 虽然不是今年的 但希望多多少少可以帮到你的忙 谢谢您 谢谢您 对了 方便问一下 您还记得这些红豆是在哪年接得过吗 我可记不得这些 不过平底有贴标签 上面应该有写 平底 怎么了 难道说时间太久 上面的字花了 不 只不过 这些红豆收获的年份有些特别 正好是我们相遇的那一年 啊 这样啊 看来这一切 冥冥之中都是注定好的 或许吧 这次真的非常感谢您 我会将他们做成这世上 独一无二的信物 亲手送给他的 接下来 就是全一个合适的地点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怎么了 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今天就说过了 无论结果如何 我与特密斯律所 都是你的后盾 每起案子都有许多不确定因素 想要百分之百获得理想中的结果 是不可能的 但无论结果如何 只要你觉得自己在这个过程中有所成长 我认为那就够了 不是说你觉得自己在这边 没有问题 你是瘋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能原谅 也不能将会 我们若犯 或是什么 连楼 尽管 和 这周末,你有时间吗?我有些重要的话,想对你说。 不,你会在这儿,你会在哪里。 即兴。 不,你会在那儿。 不,你会在这儿。 就等了。 不用客气 今天太阳的确很烈 正好坐下来休息一会儿 消消暑 在想什么 吃完之后 我带你去一个地方吧 这里每轮挑战都只会放一组入场 所以为了不影响后面的秩序 如果在规定时间内还没完成 挑战就会被强制中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今天好像不是在道谢 就是在道歉 这和你没关系 不 刚才你做出选择的时候 我在旁边也是默认了的 所以就算是因为超时 而没能完成挑战 也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不是吗 其实走错路很正常 别说是身处迷宫这种环境下了 即使是在平常生活中 人也时常会走出错误的判断 导致最后走错了路 就像我 曾经也走进过很多次死胡同 嗯 是啊 比如 在接近自己喜欢的人时 总是用错方法 有时候甚至起到了反效果 甚至会觉得 对方那么优秀 自己或许并不是他最佳的选择 从而止步不前 这不需要资格 不过我也是后来 才逐渐醒悟过来一件事 那就是 绝对不能因为害怕犯错 而止步不前 通往中心的路只有一条 如果中途碰壁 那就及时回头 重新来过就可以了 所有那些令人担心的结果 等到达终点后再考虑也不迟 嗯 太好了 对于我而言 对于我而言 也是一样的 嗯 正因为有你 始终陪在我的身边 我才能勇于试错 顺利找到终点 所以我希望 你也能更加自信一些 不过是到如今 还差最后一步 是啊 你说的没错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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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二位的用时是十四分四十七秒 很可惜 只能获得参与奖 纪念品要是扣一对 确实很可爱 不过 我也有一件礼物想要送给你 不仅仅是礼物 除此之外 我还有一些早就应该告诉你的话 想要对你说 跟我走吧 不仅仅是礼物想要送给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也说不上是准备 只是提前请工作人员帮了个忙而已 之前我一直在考虑 究竟要选一处什么样的地方 将接下来的话说给你听才好 是装潢考究的宴会厅 还是举办着盛大演出的戏剧院 等待的这段时间里 我一直都在这些选项里犹豫 但那天去接机 看到你强忍着失落的样子时 我却突然改变主意了 比起那些充满仪式感又隆重的场所 我更想选一个能让你觉得放松 可以放下心结的地方 我又会让你努力了 我又会让你努力了 我又会让你让你这一面 那么多久 我又会让你按下心结的地方 我让你带你这一面 我又会让你带你来的 我又会让你带你来的 有些话,我一直都很想告诉你,不用挤着催促自己去成长,犯错和失败其实都没什么关系,无论遇到什么事,我都会陪着你一同去跨越那些挫折和挑战。 因为你是我的心之所向,是我唯一想要携手并肩,一起共度余生的人。 是你让我拥有了突破智固的勇气,让我看到了在理性的思维模式下,还存在着柔软的另一面。 乐乐被领养时,是你启发了我不只要注重领养人的家庭条件,也应该听听孩子内心的真正诉求。 剩余的家报案,比起那些补偿与赔款,是你帮助他得到了更珍贵的,面对未来的信心。 这些都是过去的我独身一人史,无法轻易察觉,甚至是做到的事。 因为有你,我才能明白在原本既定的处理方式下,还蕴含着更多可能性。 所以我希望,你也能愿意相信我们之间的可能性,继续留在我的身边。 相互扶持与陪伴,相互弥补与成长。 一起去见证更多像今天这样,平凡而又珍贵美好的瞬间。 我喜欢你,从今往后,我会比任何人都要珍视你的。 Bett天,平几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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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只能令我留下一个玄定 não会,正在意。 我都不说我47几岁,平几岁要不要过。 我们真的不知道在金几岁那是不知乃维固的。 但我可能会比一些子上来,再会比较好。 不仅仅步的,世界打完啦。 我又不弄。 但是怎样不用了。 我说你还能迄下蛣。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别再隐别人 看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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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知道了 那么以后 也像刚才那样 直接叫我的名字吧 这是刚才提到的 准备送给你的礼物 可以让我帮你戴上吗 这是由红豆做成的玲珑头子 这枚头子 是我亲手雕刻的 所有用到的红豆 都生长于我小时候栽下的红豆树 没错 小时候我曾对红豆被赋予的含义非常好奇 所以满怀憧憬地种下了那棵红豆树 时鸿沙的那棵红豆 我终于明白了母亲说的那份相思之意 也找到了想要赠予的对象 就是你 并且这些红豆 恰恰恰就结果与我们相識的那一年 对我而言 那是最特别的一念 我相信你 不过以防万一 还是得稍微提醒你一句 虽然这些红豆 早就经过了加工处理 但毕竟其中曾含有毒素 别不小心入口了 相思入骨 却实是无药可以 不过 在我看来 如果相思是一种病 那其实不被治愈也无所谓 希望这份心意 能够被永远延续下去 直至生命的终点 下次 等他结果的时候 我们再一起去看看 那棵红豆书吧 希望这份心意 能够被永远延续下去 直至生命的终点 这棵红豆 结果与我们相识的那一年 与我亲手雕刻而成 玲珑头子安红豆 入骨相思知不知 这句话 我终于能毫无顾忌地告诉你了 白梅花象征着坚毅忠贞 不忘初心 这也是我对自己的既往 我自己的既往 我知不知道 我现在知不知道 我这样子爱你了 我今天感觉的 这还对我来自你的既往 这 region 我是追的 我 style 我